撒贝宁尼格买提雪地打闹 一脚踹屁股太搞笑,抱头用膝盖顶其肚子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段尼格买提与撒贝宁在雪地里打架的视频,引起网友热议 视频里,尼格买提单腿跪地将撑在地上的撒贝宁重重暗倒 撒贝宁穿着厚重的羽绒服,被暗倒后迟迟没有站起来 过了几秒,尼格买提看到撒贝宁正准备爬起来,感觉到了危机,便往人多的地方跑去 撒贝宁见状胡乱抓起一团雪朝他打去 撒贝宁站在尼格买提的身后也不老实,不停地抓起雪团扔他 面对这种小学生的行为,尼格买提很无奈,冲上前一把抓起撒贝宁的帽子 将他的头捆在怀里,又拿膝盖假装猛地顶他的肚子 撒贝宁没有被他吓到,反而下蹲抓起雪团扔他 尼格买提早有预料也准备雪团,俩人开始打得不相上下 最后被另一个队友制止,俩人才结束 网友见他俩打闹得幼稚感到好笑,纷纷在视频下面评论 有觉得这两人就是个小朋友,还有对撒贝宁无奈地称能陪你玩的也只有尼格买提了 撒贝宁与尼格买提坐在草地上聊天,撒贝宁称参加节目没打开他的心扉 当尼格买提反问时,撒贝宁直言道,他坚硬像一坨牛粪,一块石头,如此损人的形容是好朋友没错了 在面对人际关系日益商品化的今天,能找到一个可以说真心化的知己是非常难的 从很多方面来看,足以说明撒贝宁与尼格买提是真心在交友 希望他们有利长久,并且也希望两个人的事业步步高升,家庭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